你是不是自信的人啊? 是些什么令到你感到自信的呢?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跟大家研读《生命记》第二章十六至三十七节 经文记在临终前的摩西 向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代以色列人 艺术由旷野到进入迦南得地的往事 今天研读的经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技术以色列人进迦南得地前经过的爱邦民族 以及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同的应对方法 第二部分详细讲述 战胜外邦人阿摩尼日 希十本王西宏的军队 在边随经过食物和饮用水都要真金白银 那买回来 即使耶和华应许已经将希十本王西宏的地交给以色列人 摩西仍然派使者向西宏提出路过的请求 可见以色列人当时的确抬不起头做人 要以色列人准备好成为一国之主 耶和华认为首先要培养他们的信心 引着耶和华的安排 西宏的深光硬 更加主动攻击以色列人 迫使以色列人还手 这场战争 让以色列人从被动推熟的游牧之民 转变成骁勇善战 攻城掠夺 对敌人进行灭绝的大能战士 他们亲身体验从神而来的大能 终于成为自信之民 以色列人的信心 源于对耶和华的信心 Sima Sima 代表聆听神话语的意思 是摩西吴京的核心 在生命纪第六章第四节讲到 以色列人 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而听的精髓包括两部分 第一 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 成为自信之民的作为 第二 进行神的吩咐 随时随地割查 把握 以及回应神给予的成长机会 我们的自信 如果见机是自身的能力 和成就 就是本末导致 往往带来无尽的焦虑 和具怕 我们更需要定清在信心的源头 好好记着 和遵行神的话 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自信之民 让我们一起祷告 信实的主 全能的神 无论我们现时得事 或不得事 都让我们见到你 才是信心的源头 感谢主 祷告 同主耶稣 基督圣命求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